看見你的祖恩 藉著我們這段時間 祈求我們有聖靈、掌管、帶領 祈福我們給一個我們愛心的力量 彼此看顧彼此相愛 藉著我們藉著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讚美及祝謝感恩 神力保守看顧以神的憐憫 能夠在心患肺炎之中 能夠完全的疫情復原 我們感謝神力的恩典 祈求我們能夠得到神力的愛 祈求分享你的救恩 作為神力的光、你的炎 在你的療養所之中 能夠分享神力的愛及你的救恩 我們都感謝神可以給一個機會 能夠可以帶動到我們的何長老 作為今天的福音信息的講言 祈求聖靈,你高他的嘴,充滿他 可以放膽地明白的 善講神力的得救的福音信息 能夠當中有些還未信子的 能夠打開他們的眼可以見 打開他們的意能聽 最重要的是打開他們的心房 能夠更加認識 接受耶穌基督 成為他的舊主 感謝神,你的口所幸福 而且我們都設急這個時間 有神你在我們的當中 以所有的效果 所有的成就都榮搖利 藉著神,你的主義,美好的 美美神的計劃 幸在地上,而在天上 將一切的讚美都歸以來 直到永永遠 我祝謝感恩敬拜的討告 奈斯奉耶穌得救命而求 阿門 阿門 好了 我們今天的福音就會開始 我們來唱一首讚美詩 來開始讚美 崇拜我們的屬救主耶穌基督 我會邀請艾莉為我們唱一首 美好的讚美詩 這首歌 在無數的黑夜裡 我用星星劃穿你 你的恩典如誠心 讓我真實地見到你 在我的歌聲裡 我用音符讚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送揚的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我認識主耶穌 就是我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我認識主耶穌 就在高山深谷 就在高山深谷 他會怕我重新 我知道 這是最美的祝福 在無數的黑夜裡 在無數的黑夜裡 我用星星劃穿你 你的恩典如誠心 讓我真實地見到你 在我的歌聲裡 在我的歌聲裡 我用音符讚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送揚的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我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我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在高山深谷 他會怕我痛快 我知到我認識主耶穌 就是我認識主耶穌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算能认输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算能信靠主耶稣 就在高山山谷 他会盼我同心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 乃是能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 因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 喜乐平安是永远 是永生 是永久的 所以在罗马书第十六章 二十节到二十七节 保罗所讲的 愿平安的神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尚在我们同在 切度永远 在这个充满烦烦的世界 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去切给我们 平安 因为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平安 不是这个世界给的 是奈是同神 同天上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祝这感恩 我想我们的赞美主 接着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有安迪 安迪 挂丫 拥有 九霸生怒 田契及关围小祖 有Wendy南 和几多弟兄姊妹 能够刺激我们一个美好的机会 有神的主意 和神的技巧之中 有我们机会 能够可以传讲神的得救讯息 现在我们事不宜迟 现在我们邀请 邀请 英美劳福音堂的长老何荣荣 为大家献出今天主日的 福音聚会议的讯息 何荣荣请 各位住在这个 Garden Care 安务院的亲爱的朋友 和负责这个安务院的朋友 大家好 平安 我和Garden Care 是同一间教会的 就是Jalan Inby Chapel 或者我们中文名叫做 以美劳福音堂 我们很感谢上帝 教会有一帮 弟兄姊妹 他会住在旧巴山路 就和Garden Care 安排 而得到这个安务院的 负责人同意 今天我们就在这个网上 和大家分享 这个福音 大家等一会问候 我就带着这个 以美劳福音堂的 弟兄姊妹的 民安 向各位民安 祝大家平安 有神理的照顾 我们感谢神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人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日都有改变 我们由宝贝变成大人 大人就开始变老了 所以人是要向前行 向前看 而我们也都希望 在我们的前面 将会变得更加好 但是这个 我们是一个愿望 我们也都不能够控制 也都不能够肯定 我们人生的前面 或者前路 会变得更好 或者更坏 这些是我们人 本身不能够控制的 就好像我们说回中国了 在中国的历史 我们知道 几千年 都是皇帝统治 遇到一个好皇帝 百姓就安居乐业 遇到一个皇帝不好的 花天走地的 这样 每一个人都会受苦 所以经过几千年 中国不会发展 就不能够强盛 因为皇帝就照顾自己的益处 后来直到我们的孙中山先生 和一帮的烈士 起来推翻这个皇帝的制度 就建立了中华民国 共和国 而在这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中国会更加强盛 很可惜 就是当孙中山 孙中山本身都是一个基督徒 当他回了天家之后 就没有一个再有这样的能力 这样的爱心 去推动中国向前 全部进步 而经过四五十年 中国都是一样这么群乏 都是生活在痛苦之中 经过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 我们看到中国又进入 另一个改变的行程 日本人被打败之后 和平之后 我们会想着中国会向前走 会变得更好 但是很可惜 国民党和共产党 蒋介石和毛泽东又开始来战 又要赠权赠位 所以把中国又带到更加痛苦的心 后来毛泽东共产党 打败了国民党的蒋介石 而蒋介石就去了台湾 成立这个台湾国民党的政府 当中国在共产党统领之下 毛泽东其实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他很有愿见 他要团结中国起上来 就把那些土豪恶霸 霸了那些田地 国家的财产占为己要 他就实行这个共产主义 就把一切的田地一切的财物归为国家所有 这样他就用这些财产来帮助中国人 过了更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也是一个很好的改变的过程制造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 因为中国几百亿的人口 我们会看到 有些听话 有些就是山高皇帝愿 所以这个计划 有时候都是悲惨的结局 在五六十年代 毛泽东的太太 姨太江青 带着四人帮 就搞起这些红卫兵 The Red Guards 这些红卫兵 就是要把这些有地 有财产的人家 去充公他们的财产 归回给国家用 后来他们就鼓励这些学生 十五六岁的学生 参加这些红卫兵 因为这帮年轻人 都不知道国家辛苦 他被人家煽动 被人家误导 因此就变为一个 无法无天的红卫军 这个国家搞到天翻地覆 本来想着改变了一个朝代 会变得更加好 但是因为无人能够可以控制 这一帮年轻人 这一帮红卫兵 就把国家推得更加悲惨的地步去 那时候土地无人更重 量食不够 饿死了很多很多人 而这一帮人 很多受苦的 甚至乎会游泳 过香港生活 经过红卫兵的破坏 中国 就是落到很悲惨的地步 一个有愿见的毛泽东 周恩来 原想改变中国会变得更好 但是因为有这个能力控制 而当周恩来 离开这个世界 过世之后 中国变得更加悲惨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改变 如果是靠人力 会变得更加辛苦 现在比一个靠人去带领 全面更加不够肯定 这个改变会带给人的好 或者带给人更加悲惨的生活 但是历史的见证 我们知道 人的力量是有限 是靠不得的 经过红卫兵的破坏 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由邓小平接管中国 邓小平经历过红卫兵的折磨 他也知道看到中国 如果中国不开放 如果是靠中国人的力量 中国永远不会强盛起上来 因此邓小平就提倡 中国要开放 外国资产 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建立工厂 建立商业 我们需要外国人的资金 和外国人的人才 来帮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因此在八十年代中国开放 在深圳就成立工业区 由那时候开始 中国就开始变得更加富有 是因为有外国人 进入到来帮助 但是另一个危机就是更加危险 当邓小平死了之后 这些政府的人 正所谓大权在手 横行霸忌 如果哪一个外国人要入中国做生意 一定会搞关事 一定会 如果你不给这些钱 他根本拿不到赖身做生意 所以腐败就开始入侵中国 而中国朱元基总理 就很有热心 去解除贪污的现状 因此他就跟这一帮贪污官员 宣战开转 我预备100副棺材 99副棺材 是给你们这帮贪官的 如果捉到就要处死 而剩下一个一副棺材 留给我的 假如你们要谋杀我 我谁是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是因为我要中国向全看 中国要尽力 因为有这么强硬的总理在这里 所以这些贪污就暂时停下了 但是朱元基退位之后 中国又走回这个贪污的行情 直到习近平主席 今时今日共产党的主席来到这里 他兼顾自己的力量 无论大小贪污捉到 如果是严重的就枪毙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这个贪污的情况 逐渐逐渐减少 而中国也都向世界 可以帮助世界 改变世界 所以今天中国就成为一个强国 是因为有一个强势的人 带领 但是我们知道 人的力量 人的生命是有限 假如有一天 习近平这个主席去退休 或者离开这个世界 中国会变得怎么样 没有人敢写包单 没有人知道中国全面的路程会怎么走 所以人就是这么说 过一天 算一天 全面的路程 都是不确定 所以心中都是说 没有一种平安 没有一种喜乐 所以享受的是暂时的 我们人都是一样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希望明天会更好 但是变得好 或者坏 我们不知道 好和坏 都是暂时的 所以很多人都有一个态度 得过且过 今天有酒就今朝醉 明日受来 明日又 不顾得这么多 但是 这些 不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 为什么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 可以变得更加好呢 除非我们找到一个 真真正正是爱人 爱国家 而是一个能力 是没有限度的 是永远的 而他的生命是永远长久 可以保证的 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 这样 我们的全路就有保障了 我们看到中国几千年 找不到这个人 秦始皇要长生不老 找不到长生不老药 邓小平要开放中国 中国今天变为一个贪污 但是逐渐減少国家 所以全面是不确定 除非有一个 很老实 不会骗世人的人 究竟世界上 会找到有这样的人 如果你问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跟你说 由我已经找到了这个人 可以改变我的生命的了 这个人是哪一个 能够确定 我们会变得更加好的人 这个人是哪一个 每一个基督徒 经历过他的恩典 每一个基督徒 享受到一个人 所给到每一个基督徒的福分 各种平安 就算在这个冠病 这么危险的时候 每一个基督徒心中 都有一个平安 这个人在哪里 是哪一个 这个人 就是耶稣 为什么耶稣 他有这么大的能力 他的生命是不受限制的呢 原来因为耶稣 他本身是一个神 他来到这个世界 成为一个人 直约同女生出来 是要拯救世人 在这里你会问 为什么要拯救世人 世人就是说世界上 每一个人 包括你跟我 究竟我们做错了什么的事 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要拯救你跟我 如果他不拯救你跟我 你跟我 又会有什么的后果 我相信这个后果是很恐怖 所以这个神要亲自 在成为一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要拯救 要搭救我们 来到这个恶劣的环境 究竟 他为什么 一个神 会成为一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要拯救你跟我 在这里我要跟你说 另外一个故事 人的故事 原来我们的人 是神 这个上帝 创造出来的 现在上帝做人的时候 是照着自己的样式 去做 然后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一个灵魂 当神这个神是不会灭亡 是不会死的神 他给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时候 是照着他的样式 照着他的样子来做的时候 我们人 神原本是不会死的 所以人生生老病死是因为人自己的选择 当神做人的时候 神就吩咐这个人 第一个人 阿当 他和他的妻子 神就吩咐 神老说 在这个果然里面 你任何东西都可以吃 但是分辨善恶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如果你吃 你不听我的说话去吃 你就立刻死 这个死 我们说 人原本不会死的 就会立刻死 就是说 我们将来会灭亡 我们会死 结束我们的人的生命 而这个死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 我们原本和神 这个和好的关系 就破裂了 人不能够满足 神所给予我们的一切 要照着自己的方式去过生活 他自己想着 我要改变我的生活 我不可以受神的控制 因此就不听神的吩咐 摘了那个分辨性的果子来吃 这个神 是一个很圣洁的神 当人不听他的吩咐的时候 是人自己的选择 因此人和神的关系就破裂了 就不能够亲近这个永生的神 就被神 离开这个乐月 因此死亡就进入人的生命里面去 当我们不能够回到神的身边 和神的关系之后 死亡就临到我们的身上 而我们看到 死亡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生老病死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选择 从没死的变为有死的 而我们也都会老 也都会有病 是因为我们不服从神的命令 世人都犯了罪 为什么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因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死 我们在这里从来没有看到 世界上会有一个人不会死 因为每一个人会死 所以就证实圣经一句说话 世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而罪的代价就是死亡 因此我们好像很清楚知道 我们是得罪神 我们本身有罪 很多人说 我坐这15 我吃斋的 魏正在走过 我都不会踩他 我又没有杀人 又没有放火 又没有犯奸淫 我都是没有罪 我是一个 有女儿就出去做慈善 我是一个善心的人 我哪里有罪 罪不单止是说杀人放火 罪是不听神的吩咐 神跟我们说 人与人之关的关系 我们要效敬父母 有多少时候 我们没有顶撞父母 甚至父母 生气起来都会说 坏儿子 生个叉烧都比生理好 这些是我们没有听父母的说话 激到他 所以我们违背了神的说话 神也都跟我们说 我们做人不要贪心 不要说大话 不要憎恨人 我们看到千诫万诫 买一口仲仰千 当我们做错了事 我们要保祸 我们就找借口 不是我啊 他叫我这么做啊 他给错一些东西 所以我做错了 所以这个说大话 这个贪心 这个憎恨人 骂人 谁说 我一生也没有骂过人 我一生也没有说过一句大话 而我 很坦白承认 从弟弟开始了 说大话 说到大了 所以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因为我违背了神的命令 而神的 罪的代价就是死亡 哎呀 人迟早都会死的了 死了就一了百了 还烦那么多 这样我们想着死了就一了百了 又认真大错特错了 你还记得吗 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香港这个苦炮万金油 最出名的了 我相信我们到这个年纪的人 成七十岁以上的人 一定有用过这个万金油 蚊仔咬啊 什么手痕啊 什么皮肤病啊 万金油 包衣其难 执症 一查就好 所以香港这个 虎门炮 就因为这个万金油 成为百万富翁 五六十年代 百万富翁 很有钱的了 而他们就在香港 建了一个 虎炮别墅 胡门虎 胡门炮 虎炮别墅 然后在新加坡 又建了一间 那时候 我也有去过新加坡 我也有看过这个虎炮别墅 在虎炮别墅里面 他雕刻了很多 中国民间故事 很生动 很有趣的 但是最可怕 有一个就是十八层地狱 我有落过这个地狱 我是说这个虎炮别墅的十八层地狱 不是真的那个十八层地狱 在这个虎炮别墅的十八层地狱 在第一层 有一个大厅 很大的地方 年龙王就坐在这个皇帝的椅上去 那个死了的人就跪在这个年龙王的面前 边皮就一个黑的胡桑的 拿着一个大宝 和一枝大笔 这个就叫做判冠 这个判冠做什么呢 去查那本大宝 啊 何耀荣 你生存这一日这一日 你说大话 罚你 审判你去挑里根 这个人 这个人 去偷东西 罚他 审判他 斩首 而杀人放过的 上刀山 落油祸 在油祸 就好像油罩鬼那样 罩来 看到个人很辛苦的 挣扎 所以 我们知道 死 不是只是死了一了八了 是有审判 这个是华人的信仰 而道教也是这么说 所以你看到 作为了喪事礼拜 超道超道 超这个灵魂 离开这个十八层地狱 去投胎 就是这样的意思 而我们圣经 更加讲我们听 按作定明 人人必有一死 人人都犯了再 必有一死 死后 且有审判 原来我们的人 是一定有审判 哪一个审判我们 就是这个耶稣 他审判我们 什么东西 审判我们 有罪 或者没有罪 如果我们是 没有罪的 我们可以 上回天堂去 天堂就是 神所在的地方 我们回到 神的身边去 天堂是 没有 受苦的地方 如果是 有罪的 就会落到这个阴间 不是说十八层地狱 是一个阴间 我们基督徒叫一个阴间 一个大的火 华人是一个火炉 烧油浸 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是一个火 这个火 二十四小时不停 这个人就落到这个火 就好像被油罩鬼 一直罩 罩到你不会死 我们那个灵魂的那种 所以 因为人不听神的说话 有罪 当我们有罪审判的时候 一定会落到这个地狱 但是做我们这个神 是一个满有怜悯的神 是爱世人的神 神爱世人 他不愿意看到 每一个人 会落到这个地狱 去受苦 他给了一个这么悲惨的后果 所以 他就猜派的独生义址 神自己有一个独生义址 耶稣 神怎么样来接近我们 神是很圣经 我们根本不能够接近他 因为我们有罪 而我们也看不到神 神是一个灵 我们欲望看不到 所以神就借一个同女 马利亚的肚生出来 成为一个人 但是他成为一个人 我们就能够亲近他 就看到他 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是为我们解决这个罪 罪的代价是死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的人 他本身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罪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神 他不会去犯罪 他来到这个世界 是要付出这个 为你和我付出一个罪的代价 我们犯罪 我们死 但是耶稣基督说 我来是代替你死 当如果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偷人的东西 被人捉到 法庭审判 我们会去坐牢 但是耶稣基督说 我代替你去坐牢 今天我们得罪神会死 耶稣基督说 我代替你 这个死的代价 因此就由耶稣基督 上十字架 代替世人这个死 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们死的时候 那一刻 耶稣死 就是说 已经付出这个罪的代价 就帮我们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感谢神耶稣基督三日后复活 就胜过这个死亡 因此耶稣基督是一个活的神 可以给我们一个永生 而这个永生我们就是回到天旁去 我承认我本身是一个罪人 四十多年前我接受耶稣基督 祝我个人救主 我罪得蛇灭 我生命改变了 我经历过神所 给到我的恩典 今天我面对这个冠病 是这么危机的 但是我心中有平安 有可能我本身 有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真的有一天 我中了这个病毒 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有平安 因为我知道 我不会落到地狱去受苦 我是回到天堂 以神同在 不会有病痛的痛苦 是享福的地方 所以 有一段经文 在这个圣经里面跟我们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这个哥伦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身造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跟我们说 哥伦多后第五章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你会看到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身造的人 救世以过一切的更新 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说我们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信耶稣基督 是神的义子 成为一个人 代替我的罪 死在十架上 三日复复活 我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救主 因此我和神破裂的关系 和好了 从前我是神的敌人 现在我接受耶稣基督 在我的救主 我是神的义类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 我是一个身造的人 我从前是一个罪人 今天我信耶稣 我成为一个无罪的人 无罪的人可以上天堂 不能落到地狱去 面对这个灌病危险 我不用怕 因为我知道 最后我都会上天堂 今天 各位亲爱的朋友 神安排 我们以美露福音堂 藉着在网上 来和你分享这个 很好的讯息 这个福音 是神给到你们这个福分 让你知道 只有这个神 正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改变我们人的全路 而肯定的 我们所得到的 从神所得到的 这个新的生命 是永不改变的生命 这个永生 肯定会回到神的身边去 你们愿意 要接受耶稣基督 改变你的生命吗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 付出你的生命代价 要改变你和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从会死亡的人 变为一个永生的人 本来会落地狱的人 带我们回到天堂 安复的人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改变你吗 如果你愿意的 你就要立志 讲这个祷告 这个祷告就是这样 我何耀荣 说你自己的名字 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求神 你原谅我的罪 我何耀荣 承认耶稣基督 是为我的罪 代替我的罪 死在十架 三日复活 圣田 现在我何耀荣 愿意 接受 耶稣 做我个人救主 我的神 如果我们能够亲口承认 要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 做我们的神 我们的罪就得赦免 我们跟神破裂的关系就和好 然后神就会给我们一个护照 可以上天堂的护照 你愿意接受神给到这个福分吗 如果你愿意 你就要讲这个祷告 现在我讲一句 你跟我讲一句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你跟我讲一句话 这样你就成为神的依虑 你就可以拿到上天堂 这个八十个 帮我讲我 你说你自己 好了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你跟我做 我何耀荣 承认 自己 是一个罪人 求神 你的原谅 我承认 耶稣 是为我的罪 死在十架 他三日后 复活 圣钱 现在 我 我要 愿意 愿意 接受 耶稣 做我个人 救主 我的神 阿门 只要你 你说这句话 这个祷告 你就成为 新做的人 成为神的依虑 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会接我们回到天假 今天 感谢神 给你们一个福分 有可能你们还没决定 但是 你想想 我们迟早会有一天 离开这个世界 你要选择哪一条路呢 所以 你要早一日 做这个决定 如果 你 将来要有一个决定 你可以联络 你们中间的 阿刮妞 他是跟我们 同一间教会 他就会联络我们 我们会很高兴 再一次 在网上 带领你 祷告 而我们就希望了 神的恩典 这个冠病 早日解除 让我们能够安排 早一日 去探访你 所以 亲爱的朋友 人生无常 天有不测之风云 我们不知道 我们明天 还有命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今天 我们还有这个机会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应该 早一日 做这个决定 拿到这个 护照 这样 我们的心里面 就肯定会有 一个平安 因为我们知道 接受耶稣基督 他住在你 和我的生命里面 他带领我们 行前面的路程 是上天堂的地道路 感谢神 然后我也为你们 来祷告 救神的保护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神 爱世人 当我们犯罪 得罪了你之后 你派你的独生 儿子 耶稣 基督 成为一个人 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 解决 我们本身的罪 就是 为我们的罪 死在 十架上 我们不能够 做到的 神 已经 做到了 而神 也都 假如 我们 应罪 接受 耶稣 基督 做我们 个人 救主 我们就可以 得着 荣 神 可以回到 神 你的身边 主 我们感谢 你的恩代 我们都为 这个 忠心的 亲爱的朋友 你祷告 求神 你联名 你开恩 你帮助 这帮 朋友 让他们 听到 神 是爱 他们的 是已经 要解决 他们的 是要 带领 他们回到 神的 身边 的时候 求神 你帮助 他们 早一日 做这个 决定 接受 耶稣 基督 做 个人 救主 得着 这个 平安 主 我们 也都 为 他们 祈祷 在这个 冠病 的 时间 有 神 你的 保守 有 神 你的 看顾 不要 让 这个 病毒 再 一次 来 到这个 中心 来 攻击 这帮 亲爱的 朋友 求神 你 联敏 在你的 恩典 看顾之下 能够平平安安 健健健康康康 继续生活下去 最重要 能够 认识 耶稣 基督 这一生 最美丽的 祝福 不是 全财 不是 吃好 睡好 而是 认识 耶稣 基督 这就是 人生 最美丽的 祝福 而这个 美丽的 祝福 神 你已经 给到 我们 因此 求神 这一帮 在 家庭 的 朋友 都能够 得到 神 一个 最美丽的 祝福 求神 你保护 他们 我们的 祷告 是奉 耶稣 基督 的 命 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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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们把 这个时间 交给 我们的 Francis 弟兄 感谢 赞美主 何兄 奖 给我们的 荣耀神 同益人 的 福音 信息 如果当中 有什么 问题 关于 得救 信我们 耶稣 基督 的 福音 你们可以 向你们的 旧 八生路 的 团契 和 关围 小组 Vendy 南 带领 其他 大兄 姐妹 可以 或者 Grad 都可以 可以 帮你 联络 到时 我们可以 乐意 以大家 一齐 侍奉 我们 主 耶稣 基督 好了 现在我们 今天的福音 序 现在 可以 完成 有神 祝福 已经完成了 大家 有时间 可以利用 这个时间 互相交流 庆祝福 福音 和 福音 相交流 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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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亲爱的朋友知道更加清楚 我们都希望你能够联络我们 可以联络阿关尤 阿关尤就会联络我们 这样我们可以继续聊天 去分享神所给予我们的福音 关尤,你必须要开心 关尤,你能开心 关尤,你能开心 你的耳机可以拯联光る 关尤,你能开心 关尤,無线通的位置 关尤,差钟 您是谁在之地 Saya 好的您来 breathing � csidée 天员 和许再因 있어요 我坐在旁邊有一個婆婆,九十五歲,她很用心來聽,還有一個婆婆沒有聽到,還有兩個就上去,有一個在那裡就聽了。 我聽到,你聽到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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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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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小聲一點,但我聽到嗎?我聽到,我問我婆婆,她也聽到嗎? 我看見那樣子,你女婆的樣子,我看見她了。 看到嗎?看到嗎?看到嗎? 我婆婆,九十二歲了。 向作分享消息了。 你好! 你好! 在我地方。 我的爸爸在上面 。 而且我的婆婆在上边。 她的耳朵是否在盯着。 很像伙伴们有在盯着。 这位阿Dee当时都有叫我为他祈祷的